韩国水源华侨中正小学四日在学校大礼堂举行庆祝儿童节活动 由校长张永福主持 水源华侨协会会长七名运 水源华侨中正小学监事长钱鸿发及学生家长逾百人参加 驻韩国代表处乔务组组长吕肃珍出席祝贺并参观学校 四月四日是一个你们的日子 我很高兴能和每位小朋友 一同来庆祝今天 在庆祝的同时 首先要对培育你们成长的老师们说一声 辛苦了 因为有了各位老师的不私辛劳 才能让你们不由不虑地在校园里学习 再来我们更要感谢一直 欢爱你们的爸爸妈妈 由于他们的值大的照顾和爱情 你们才能拥有今天的健康和成长 回想过去的儿童节 我心里留下许许多多美好的回忆 这个热闹的节日跟着美好的春天同步来临 每一年都带来欢喜 也带来希望 谢谢老师们 为我们精心精力 用心指导 以爱心呵护 感谢爸爸妈妈天天的付出五十五刻的爱情 在全体同学高唱儿童节歌后 进行大提琴演奏 直笛组曲等表演节目 展现多元才艺 此时台下家长相机手机纷纷举起 录下精彩画面 值得一提的是幼稚班 同学鲨鱼宝宝 I can do it 学猫叫 活泼逗趣的表演 让现场充满欢笑声 大家在欢乐气氛中 度过一个难忘的儿童节 祝韩国代表处报导 大家在欢乐气氛中